传统的包子馒头到了西点师傅手中 总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 像是这颗馒头就很有意思 学花式面包的师傅 把QQ的黑糖糕跟馒头合在一起 这两种点心结合口感非常合拍 创意馒头原本是金门当地的人气点心 在小三通集盛时期 厦门代购每天上门扫货 一天要订购两万颗大受欢迎 甜蜜的滋味也红到台湾 大清早包子馒头准时出炉 热气腾腾 空气中飘散着面团香气 还让人尝到甜头 里面是黑糖糕 外面是黑糖面皮 我们黑糖糕跟外面的黑糖糕 比较不一样是 外面黑糖糕都有加发粉 所以它的组织会比较红松一点 那我们黑糖糕因为没有加发粉的关系 所以它就会比较扎实 你可以看里面的组织是比较密合的 那口感会比较Q 那配合我们外面那个面皮是比较松软 吃起来就有两种口感 外形看似精致吸点的馒头 取名黑珍珠 因为这圆滚滚的肚皮里装的是黑糖糕 QQ口感好比珍珠奶茶里的粉圆 黑珍珠它的珍珠跟珍珠奶茶里面 真的要很Q弹很香 其实我是在金门吃到的 我在金门住民宿 就是老板早餐帮我们准备的这个东西 吃了以后惊喜一天说 哇塞这什么东西啊 怎么那么好吃 而且它那个黑珍珠 就是它里面里外的搭配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然后很有特色 我就决定要买一大堆分送金门好友 红到台湾的馒头 原本是金门外岛的人气点心 在徐玉轩老家的店面 曾经一出炉就被厦门代购 秒杀扫货 最受欢迎就是 就是他们代购会来我们金门本店 然后带差不多一天一万克 到两万克的数量 到他们厦门市去做批发分售 当初因为馒头店员工一时嘴馋 想吃黑糖糕 徐爸爸用先有的材料突发奇想 把馒头和黑糖糕 两种点心融为一体 没想到意外合拍 比如一开始那个压的纹路 粗细不一样 出来的那个效果就不同 到做差不多好几次之后 才确定一下是三折三六层 上面粉 上面粉 徐玉轩是馒头第二代 他把父亲研发的创意带到台湾 六层面皮堆叠 分割后拉拉扯扯 圈成甜甜圈的形状 再倒进黑糖糕原料 因为黑糖糕是液体 那我们的面皮是固体的 然后倒下去很容易会整个溢出来 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困扰了蛮久 然后最后才应该有两三个月去测试 才克服这个问题 学生时期 徐玉轩从没想过紫辰副业 随着父亲年迈才改变想法 从小的面团非常陌生的他 大学毕业后在爸爸的厨房当起学徒 新手入行 他很快就动了创业念头 我在金门做学徒的时候 我其实做到第三年第四年 我就觉得其实就差不多这样 蛮简单的 然后清晰的说你可以出去开 我心里也讲说 这应该也是可以 然后可是我爸就是说 还没到时间 他一直跟我说还没到时间 但我觉得我心里觉得 就这样子啊 应该也是没问题 我其实是有点先斩后 之后我就说 我要到台湾开店 所以我爸那时候其实蛮反对的 不过父亲反对 他心情满满离开家乡展店 没想到金门的配方带到台北 水汁和面粉原料 没办法等笔复制 成品跟着走位 然后遇到最常的问题是 可能说你这根本不是金门做的啊 口味上完全不一样 那其实对自己的那个 压力是很大因为很多是 在金门我就明明就自己做 是都一样啊 都比例也一样 可是我们来台湾就完全不同 所以那时候遇到的问题是 开始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就是觉得 会不会我其实根本就 还没有学到家 我就自己跑出来做 害我爸那个品牌被我搞掉这样子 面对客人质疑 他一度非常低落 这时才理解爸爸的顾虑 于是他放慢脚步重练基本功 熟悉口味简单的产品后 才放胆创新 在研发新品的过程 他找到不同以往的行销模式 一开始大部分都是做出来 然后觉得不行 就是大部分整批是丢掉 然后到后面是说 因为其实东西是可以吃的 只是口味可能没有达到 我们可以上市的要求 所以后面客人就说 那不然你们做出来 我们可以帮你试吃 分送新品给熟客试吃 吸收各种回馈意见 反复测试市场接受度 才正式见客 靠着这个试吃模式 徐玉轩的包子馒头 外形实时卖谋 创意不设限 种类很多 然后很多创新的口感 然后就比较 每天早上吃的话 比较不会腻 就是外面的形状 跟里面包的 就会想象不到 里面是原来是包 像它那个黑旋风 就是看起来就不像包子 可是它里面是红豆馅 还不错 而且是颗粒的 不是豆沙的 把产品动起来卖 打进团购通路 徐玉轩设立中央工厂 产量和技术持续提升 超越金门老店 还行销到香港 澳洲大获好评 台湾现在很多馒头店 他们从西市挑过来中市 所以他们的口味 都是非常多元 大家都有在 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 台湾这边的任何产品 有新的他们都想要 试试看 把包子馒头当花式面包卖 老店二代更新技术 新旧融合 面点不再只是 果腹的必需品 也能竞宣成 很有面子的伴手礼 有点兴趣的 有点兴趣的